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疆地区虽然在清军平定准嘎尔 以后并入了清帝国 但统一且持续到现在的新疆地区在光绪十年 1884年才建立起来极清代的新疆省 新疆省建立之前由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 天山以南称回部 以北称准部 所以外国人一直以来都把新疆当作两个地区来对待 回部曾经有各自各样的外文名 比如Kashkaria来自Kashkar 吉喀什 Little Bukaria或Little Bacheria Bacheria来自Bokara 吉布哈拉韩国 Viguristan或Viguristan或Viguristan来自维吾尔维吾尔 Korea or Mogulistan来自东查克台韩国的英语名 Jagate或Chagate来自查克台韩国 East Turkestan在以前这个名词仅指南疆 或者用地名Dorin Basin 塔利木盆地和塔格马康 塔格拉玛干 当然回部也有维吾尔族的自称 Daltishar 以为六成 近代一些西方人将六成地区称为Kashkaria 将六成以外的哈密和图鲁藩称为Viguristan 好了 说完了名字的历史 咱们接着上积极续聊 在黑山派的军队与波罗尼都 阿布杜瓦哈普的军队在巫师交战之时 北疆地区却在起波澜 投降清廷的阿姆尔撒纳忽然反叛 杀死了留守在伊犁的清郡 自立为准盖尔大汗 阿姆尔撒纳这个人颇有能力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野心勃勃 一心只想攫取最高权力 但是在血统上 阿姆尔撒纳不具备当大汗的资格 因此在与达瓦齐争反目之后 逃亡北京 做了一个带路党 接住清郡的力量 消灭了达瓦齐 阿姆尔撒纳原本以为 自己借助清郡灭了达瓦齐 那么准盖尔四部的大汗之位 应该非自己莫属 谁知道乾隆一点都不糊涂 灭了达瓦齐后 一口气封了四个汗 各管一部 分散了权力 这让阿姆尔撒纳大失所望 因此决意判清 而乾隆呢 又低估了阿姆尔撒纳的危险性 达瓦齐被俘 四部可寒封闭 觉得万事大吉 将绝大多数清军撤回到了巴里坤以东 巴里坤这个地方 今天在新疆并不起眼 属于哈密地区 再往东就进入甘肃了 但是在清代 巴里坤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起着联系内地 外蒙古的重要作用 所以在整个清代 虽然新疆的各种变乱就没断过 动不动新疆就失去控制了 但是基本上 不管新疆怎么乱 巴里坤大都是在清政府手中 成为向西挺进的大本营 因此 清军东撤至乌鲁木齐 巴里坤 而只留下了五百人在伊犁 这么点人自然还不够阿姆尔撒纳赛亚缝的 因此是尽数被阿姆尔撒纳杀于今天的尼勒克 这部分的历史大家可以参考 准嘎尔韩国的陷落的第十一和十二级 而小河着火急站 在他哥哥波罗尼都去南疆后 是一直留在伊犁的 因为当时伊犁还有一部分塔兰旗 也就是被迁到伊犁去种地的维吾尔人 清廷的安排是让霍急站留在伊犁 继续管理这些塔兰旗 那么现在阿姆尔撒纳盘清 霍急站自然就被卷了进去 站到了阿姆尔撒纳一方 与阿姆尔撒纳共同对抗清军 其实按照当时伊犁的形势 霍急站大约也没办法站到清军一方 只能随着阿姆尔撒纳一起返了 这些事儿 南疆自然是一点都不知道 南疆这边还正打得热火朝天呢 但是阿姆尔撒纳却没望南疆 叛清之后立即派起了一支军队 前去南疆告知波罗尼都效忠于自己 南疆这边呢 波罗尼都等人这时候已经开始准备进攻喀什嘎尔了 但事实上 喀什嘎尔基本就不用打 前面说过 喀什嘎尔本身就是白山派的大本营 从阿帕克和卓和他爸爸的时代就开始经营 根基深厚 所以巫师一战 叶海亚于莫名战败 顿时喀什盖尔城内就人心惶惶 一片混乱 大家都知道白山派和卓波罗尼都回来了 很多人已经公开宣称要迎接波罗尼都进城 刚开始的时候 人们还是偷偷出城 投奔到波罗尼都一方 到后来干脆就公开化了 成辟成辟的往波罗尼都那边跑 按照合卓传的说法 是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甚至海泽来提 玉素府在世时候的亲信 此时也纷纷表示 要迎回波罗尼都 给阿卜都拉上书 要求阿卜都拉离开喀什盖尔 因为喀什盖尔的主人 也就是波罗尼都 已经回来了 所有喀什盖尔人民的期望就是这个 你说说到了这个地步 这还有什么好打的 阿卜都拉是无计可施 只得选择跑路 这时 喀什盖尔的阿奇木伯克 就是言辞拒绝达瓦奇手下的那个科帕克 向阿卜都拉建议 咱们现在这个情况 别说喀什盖尔了 伊尔枪也早晚是守不住的 所以咱们要逃命的话 还不能往伊尔枪逃 那不往伊尔枪逃 往哪儿逃呢 科帕克伯克的建议是往安基研逃 也就是往中亚 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 乌兹别克斯坦逃 逃到了那里 敌人不敢贸然进攻 这样我们才会有重整兵马的机会 否则 去了伊尔枪 大家都是必死无疑 阿卜都拉也知道 科帕克这话有道理 但是思前想后 阿卜都拉决定 还是去伊尔枪 走一步算一步吧 因此 阿卜都拉对科帕克说 你们去安基研 我十分理解和支持 但是我的祖坟都在伊尔枪 我不愿意在金氏和来生 都背上骂名 我还是去伊尔枪吧 这样 阿卜都拉就带着心腹弃城而逃 前往了伊尔枪 而科帕克伯克等人 则逃往安基研 谁知道科帕克刚一逃出城 就遇到了埋伏 喀什嘎尔叛边的贵族们 洗劫了科帕克等人 最终 科帕克只带着十余人逃走 而他的一个儿子 则在混乱中藏在了草丛中 躲了几天后 还是被人发现 抓住后 献给了波罗尼都 而波罗尼都 也不知道是对科帕克伯克意见很大 还是恰好当时胃口不错 按照合卓砖的记载 是直接将科帕克伯克的 这个儿子给炖了 煮熟吃了 阿卜都拉逃走 波罗尼都 阿卜都瓦哈普等人 兵不血刃就进了喀什嘎尔城 喀什嘎尔的大小贵族们 立刻就围在了波罗尼都身边 大家建议 绝不给叶尔强方面 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立即进军叶尔强 叶尔强这边呢 和卓家喊 倒是和阿卜都拉响的一样 也是打算跑路 所以他召集众人发表了一个讲话 首先对大家的不离不弃 表示深深的感谢 西子表示 以目前的情况 击败对方基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 重点是 自己打算带着家眷 去卖家朝进 不完了 和卓家喊说 我呀 一直是打算去朝进的 按照伊斯兰教义 每个有能力的人一生 至少要去卖家朝进一次 但是一直 又苦于没有时间 现在呢 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 再说 我也执政了这么多年来 失走而无憾 和卓家喊 这话一说完 下面顿时是一片哗然啊 这是怎么个意思 老大要跑路了 那哪能行啊 于是 立刻就纷纷起来反对 表示 绝不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要誓死捍卫伊斯兰精神等等 硬是把和卓家喊 想跑的念头给对了回去 和卓家喊一看 没辙 只得被迫返回王宫 其实 理智一点看 和卓家喊带着整个家族跑路 不失为明智的办法 这事儿 就像当年赤壁之战前 东吴的百官都劝孙权降曹一样 所以 诸葛亮才会对孙权说 这些人都劝你降曹 降了曹之后 这些人该做什么官 还做什么官 但孙将军 你就不一样了 你觉得你在曹操那里 能担任个什么职务 放到和卓家喊这儿 这个道理差不多 你肯定干不过波罗尼都 那么战败之后 别人只要投降 差不多都会有一条生步 但你和卓家喊 就算投降八十遍 波罗尼都能放过你吗 此时 波罗尼都已经在 喀什嘎尔组成大军 浩浩荡荡荡地奔叶尔枪来了 而和卓家喊 只得一方面收拾残兵 重新部署 一方面从叶尔枪的农村中 召集人员 补充兵员 加固攻势 按照和卓传的记载 波罗尼都的大军到了之后 围住叶尔枪城 连续进攻了两次 而叶尔枪借着城池坚固 一时间击退了波罗尼都的进攻 进入了僵持 而这个时候 阿姆尔萨纳派来的使者 也抵达了叶尔枪 告知波罗尼都 阿姆尔萨纳盘清的消息 史料上 并没有记载波罗尼都的具体反应 只是记载波罗尼都 立刻将随他来南疆的清军将领 托伦泰进行了囚禁 从这一点上来看 至少说明波罗尼都 其实也是颇有头脑的一个人 立即囚禁托伦泰 表示追随阿姆尔萨纳 但同时对托伦泰只是求劲不杀 也没有交给阿姆尔萨纳的使者带走 表明其留有退路 不愿意把事做绝 万一阿姆尔萨纳这头靠不住 自己还可以通过托伦泰和大清 恢复良好的关系 波罗尼都这边围着城 叶尔枪城里则开始人心不稳 这时就有人向和卓家汉建议 说我们现在应该肃清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让外必先安慰啊 首先就要解决掉哈兹伯克 也就是曾经让准戈尔使者装病 修禁和卓家汉的那位 哈兹伯克是属于有历史污点的人员 现在这么个情况 难保他不会再次叛变 所以应该先将他抓起来 但是和卓家汉没同意 说哈兹伯克虽然曾经背叛了我 但是后来又抱着古兰经向我启示 他现在也做没什么 怎么能处理他呢 这样讨论了半天 最后和卓家汉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就是专门画出一间办公室 让哈兹伯克和另外一个不放心的伯克 在里面24小时办公 不准离开一步 等于是被软禁了起来 这时候 波罗尼都的劝详信也送来了 无外乎要求和卓家汉认清形势 早日投降 于是和卓家汉回了一封信 表示不可能 不过和卓家汉的回信比较有意思 回信开门见山 就说大家都是穆斯林 应该高举伊斯兰旗帜 以圣战之名 向卡菲尔挥舞伊斯兰的利剑 而你们现在怎么 对同为穆斯林的我们开战呢 如果你只是想当南将的老大 那也不必联合卡菲尔来打自己人啊 如果你能联合我们打卡菲尔 我请愿把位子让给你 我去卓家朝进 用伊斯兰教统战了一统之后 和卓家汉最后说 我这个伊尔羌城 现在是兵精粮足 尝吃坚固 储存的粮食都够吃好几年 而且我是正义的 是圣战 圣战是每个人的最高荣誉 圣战之时 与人亦可上阵 各地人民都已获悉此次圣战 都会参加到这个行列 当当 但是波罗尼都接到回信后 根本没跟着他一起扯什么圣战 是简单明了 告诉伊尔羌的使者 你伊尔羌还有什么呀 不就是一座孤城了吗 就算再有一百个这样的城池 我们也照样能打下来 不就是早晚的事吗 这样 双方按照套路运行完毕 外交努力失败 而那个被24小时办公的哈斯伯克呢 一看这形势 伊尔羌早晚不保 自己又是有前科人员 此时不投靠波罗尼都还等什么呀 是秘密派人给波罗尼都送了一封信 告知城内虚实 说伊尔羌城内 七岁到七十岁的男子都将上战场 这意思就是说城内所有男人都被派上战场了 因此提议波罗尼都第二日攻城 哈斯伯克说 只要您那边一攻城 我也会率不赢战 我到时候会在战场上向左面撤开 给您让开一条道路 这样就能轻而易举攻进城中 波罗尼都一看 我擦 这个好啊 赶紧 备战 明日攻城 到了第二天 双方在伊尔羌城下激战 哈斯伯克果然临阵撤退 波罗尼都方面是趁机攻城 伊尔羌方面顿时溃败 然而这城却没有攻打进去 按照《合卓传》的说法是 伊尔羌的溃兵蜂拥后退入城 互相踩踏 死伤无数 大概是城门都被溃兵给挤满了 好几万人兜得堵在城门口 根本过不去人 很多伊尔羌的士兵 没办法只得攀爬城头放下的绳索 往城里逃 而波罗尼都这边 估计也光顾着在城门外砍人了 反正是没几进去 当然 城门很快也就关闭了 伊尔羌方面是惨败而归 而哈斯伯克呢 是早早就退回到了城里 彻底与和卓家汉撕破了脸 和卓家汉还想照哈斯伯克进攻 哈斯伯克又不傻 不仅是拒步进攻 而且率领部下全副武装 公然在城内与和卓家汉分庭抗礼 更要命的是 城内的大部分精锐部队 也转而效忠于哈斯伯克 此时的和卓家汉是回天无力 和自己的心腹商议该怎么办 这时候有人提议 说咱们现在突围出城 连夜跨过伊尔羌河上游 就能进入到山里 通过山口之后 有一片水草风貌之地 在里面待上几年也不成问题 而且这个山口还一手难攻 说实话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的 跑到一个山谷里能干什么 南庚女志 你牛啊羊啊 生产工具呀都带齐了吗 盖房子的材料带齐了吗 还是准备住山洞 是准备在山谷里繁衍几代人后再返攻吗 这纯粹就是一步死棋呀 但和卓家汉 此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事已至此 先逃命吧 于是和卓家汉一行便弃城而逃 和卓家汉一逃走 哈兹伯克便立即隆重迎接波罗尼都等人进城 波罗尼都一方面入城 一方面派遣手下追击和卓家汉 要求自己的手下务必把他们俘获 如若不然 你们都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和卓家汉这边出逃 是带着全家老小之类出逃 自然是跑不快 因此很快就被波罗尼都的追兵追倒 而和卓家汉所带的则士兵一路逃跑开小差 等到被追上的时候 也就剩下四百多人 而且是毫无斗志 就在这个关头 和卓家汉的老婆又突然要分娩 完全是乱成一锅粥 因而根本没费什么劲 和卓家汉一行便被波罗尼都的追兵尽数俘获 对于和卓家汉的结局和卓传并没有明说 因为和卓传的作者是黑山派 所以在写到和卓家汉一行被俘后 便结束 但是作者倒是不惜笔墨 写了好几页和卓家汉等人被俘后的惨状 没吃没喝 饥寒交迫地被带回了叶尔强 最后说自己不忍心写出和卓家汉的悲惨结局 全书中 但是显然和卓家汉等黑山派 无疑是被波罗尼都全部杀了的 因为首先 作者一直暗示 这就是一次卡尔巴拉惨案 因为第四人哈里发阿里的次子侯赛因 就是在卡尔巴拉这个地方被窝马亚家族杀死的 所以知道了这个典故 我们就能知道和卓家汉等黑山派的结局应该与侯赛因无异 其次和卓传到此结束 也说明黑山派这一脉被彻底斩草出根了 所以就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 最后我们还记得 波罗尼都可是把那个喀什盖尔的阿奇木伯克 科帕克的儿子给活活顿手给吃了的 以波罗尼都这么犀利的风格 即使不把和卓家汉等人盾了 也得剁成两劫 而在另一部维吾尔史料 伊米德史中则明确记载 在逃亡的路上被俘的和卓家汉及其家属也先后被杀 总之 在南疆争斗了六代人的黑山 白山 至此终于以白山派的胜利而告终 也有史料说 黑山派和卓最后还是有逃走的 阿卜都拉最后是带着和卓家汉的两个儿子 侥幸逃脱 俄国人的记载说 在十九世纪中叶 还曾在中亚的马尔嘎朗 安吉岩以西 金属乌兹别克斯坦 见到过二百多黑山派和卓的后裔 如果这个记载准确的话 那么这些人应该就是逃出去的这三个黑山派和卓的后裔了 但不管如何 黑山派至此以后 是彻底地退出了新疆的舞台 我们细细考察南疆黑山 白山两派争斗的历史 不难发现 无论哪一派掌权 几乎都是在强大外力的支持之下 否则很难稳固 其次 无论是黑山派白山派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宁可投降于外人 也绝不会向对方投降 投降外人 尚有一条活路 而如果向对方投降 基本都会死得很惨 其实这也不奇怪 古今中外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往往是自己人相互轻压起来才更狠 更残酷 最后 无论哪一派的合着 最终目标都是要正教合一 这也是伊斯兰教理史上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从伊善卡兰 伊斯哈克兄弟二人开始 两派合着 五六代人 争夺权力就没有消停过 所以这对普通百姓来说 基本是没多少好日子过 这对于一直拿着宗教来宣扬追求幸福生活的合着们来说 完全是一个仿刺 就在波罗尼都终于一统南疆之后 北疆的形势又再度发生变化 清军为平定阿穆尔撒纳之乱 大军再次杀本伊利 阿穆尔撒纳不敌 逃往哈萨克布 而随同阿穆尔撒纳一起叛清的小河着火级 站一看风向有变 眼见着阿穆尔撒纳南一城市 立即携带伊利的维吾尔人 返回南疆去与波罗尼都会合 霍吉站这个人 清代史料上对他的评价是狡猾奸诈 诡计多端 相比之下 对波罗尼都的评价就稍微正面一点 认为波罗尼都还算公顺 至少没那么多心眼 那么霍吉站为什么不留在伊利迎接清军 而选择返回南疆呢 按道理说 霍吉站留在伊利 就算清军来了也很好解释 当时阿穆尔撒纳判清 留守的清军都被人家连过端了 形势所逼 自己是被动卷进去的 这一点谁都能理解 事实上从事后看 乾隆也丝毫没有怪罪 霍吉站参与阿穆尔撒纳判乱这事 因此唯一的原因就是霍吉站此时已经决定 自己要另起炉灶开始判清 这一点从俄瑟尹的反应中就能看出来 那么俄瑟尹是谁 俄瑟尹也被译写为俄瑟一 俄瑟尹等也是一个白山派合卓 说的更具体一点 是大小合卓的族书 阿帕克和卓一个弟弟的后裔 以俄瑟尹这样的身份 自然当初也是被准嘎尔人随同所有合卓一起 被囚禁在伊利的 因此 当小和卓祸吉站准备率众返回南疆时 俄瑟尹却拒绝返回 然后带着自己的弟弟 子侄等一批人 跑去了吉尔基斯人的地盘 隐居了起来 换句话说就是躲开了 这说明 俄瑟尹当时就已经很清楚 霍吉站回南疆要干什么 所以拒绝返回南疆不参与 那么霍吉站为什么决定要判清呢 最主要的原因 应该还是所谓不接受卡菲尔统治这一点 这一点从宗教角度上来说 实际上是个无解的死结 其次 除去对清廷能否掌控新疆有所怀疑等现实因素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对清廷召见波罗尼都朝鲸一事耿耿于怀 按理说这有什么耿耿于怀的呀 天朝上邦自古以来的套路都是这样的呀 召见各部藩属什么的晋晶朝鲸 一方面展示天威震慑震慑 一方面大家赏赐 已是天安好当 老乔断了 无非是让大家听话罢了 而霍吉站之所以对波罗尼都进京朝鲸 心生怨恨 其实是一种误判 因为霍吉站以为 满清皇帝召见波罗尼都 是要将波罗尼都扣留在北京作为人质 就如准嘎尔人软禁合卓 各成博客之子那样 所以霍吉站回到南疆 一见到波罗尼都就说 蜻蜓必定是要召见我们中的一个 在北京为人质 这和我们受制于准嘎尔人 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说 波罗尼都与霍吉站兄弟 自小在伊犁出生 一直被软禁成人 没什么见识 在政治上还是经验欠缺 因为自古以来 从未有以兄弟为人质的 只有以儿子为人质 因为作为兄弟 其实恰恰是权力的竞争者 被人拿去做人质 那是帮忙 帮助扫清竞争对手 修之不得 怎么可能以兄弟为人质呢 做人质的只可能是自己的儿子 而霍吉站回到南疆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 却并非是直接表示与清廷决裂 反而是杀了阿姆尔撒那 此前派来的使者 释放了被扣押的清军将领托伦泰 那么霍吉站既然已经决定判清 为什么又要释放托伦泰 在北疆的清军主帅赵慧 又对南疆的形势有着怎样的判断 霍吉站又将进行怎样的准备 拉开大小合着之乱的帷幕呢 记得点赞关注哦